动作都做不好 怎么做大事 小事做不好 怎么做大事 大事从小事累积上来了 所以行驻坐卧 各个念头 都不离开无上菩提心 希望伤宝这样摄受我们 这样子发心 来受戒 这样才不会 不会违背我们受菩萨戒的 也千万不要 因为我是出嫁了 反正我每天都是 我早就撒蜜戒 比丘戒 比丘尼戒我都很好 我干嘛受宝宝宝宝宝戒 那这就你不懂了 所以 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用图欺心 当愿众生 也把你自己 到一百分 有任何一点功德 都要完全地 回向供养给所有众生 这样去做 每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 漢人很喜欢他的练足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菩提心菩提心 我要花菩提心 我要要牺牲自己 大悲心 来利益众生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在实践阿弥陀佛的功德事业 想的是利益众生 而不是说 想的是 当你要利益众生 这个动机很明确 心里就要保持一个圆满的 空性大悲心 无上普及心 广修功德 福德善根 都是要顾养给众生 所以各位呢 请跟我念 一起真心的 发愿 闺命一切佛 为愿 一切佛菩萨众 设授于我 问句 我们再念一遍 就像一个人 在冰库里面冷得快死了 外面有太阳 太阳赶快照我 不然我快冰死了 要这样子的去 祈求 佛菩萨的加持 而且我们要升起一个圆满的动机 所以就像各位到医院 已经痛过要死了 找医生护士说 你帮我开刀 医生护士叫你签遗鼠 开刀 等下帮你开刀 你可能会活不起来 你要先签 等下帮你打麻醉 搞不好你就一笑不起了 搞不好起来你变直路人了 开刀结果个人姻缘 我们回家叫夜历 医生也不能决定你的夜历 这是尽力帮你 你夜历该死 你也没办法 但是你要放个下 你数一千 麻醉一打 到时候醒来不知道在哪里 是才来到 但是希望自己能够活过来 但是你要有这样子 把自己的生命 交给了医生 把自己的生命 交给了佛菩萨 这叫示送于我 所以我们叫归命 用我们的生命 来供养医子 佛菩萨 所以 用佛菩萨 示送 所以再给我念一次 归命一切佛 为愿一切佛菩萨众 示送于我 归命一切佛 为愿一切佛菩萨众 示送于我 各位很短 经常念 背下来 不然我们就会 归命我的想法 归命我的个性 那就惨了 因为我们从小读了这么多书 做了很多事 就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就用自己的想法 去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会 很多人大家互相格格不入 就是这个问题 那你要 把自己授权 完全依止 既然我们 祈求佛菩萨加持 那我们就要化愿了 这里面 愿文怎么念 我今归命圣菩萨 一子师父上师 是把无上菩提心 成为最高的鬼 所以 既然如此 第三段 我发广大菩提心 这个广大不是光 对现前的 你的社会而已 你的家里 可能是 骗一切处 骗一切有情 一切有情无情 我都发起真正的无上菩提心 自他利益皆成就 愿自己 在修行 也愿所有众生 都得到 这个修行的利益 忏除一切不善业 那首先 既然要受戒 就要忏悔消除 累劫累事 深口义 所有的不善业 进一步呢 随喜无边 众福音 这个福报 这个世界 特别神殿月 很多人广修功德 我们大家都在拼命 诵经 念佛 忏悔 百忏 放生 点灯 诗诗 帮助 各种各种 这些我们都随喜 所以除了忏悔业障 随喜 所有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人 所做的善事 但是佛教徒 所做的福德善根 我们随喜 首先当过五不识 那当然 正式的八弯再建 如果在寺庙 最好能够做到 大家的过五不识 后修八种 掌养法 然后呢 要守八条戒律 那当然 各位听我这么说 我简单的解释了 所以下回 这个短轨 有机会 各位可以从网路上拿到 但是 我这样解释你就知道 所以我会念三遍 请发展 我今归命圣菩提 罪上清净佛法众 果发广大菩提心 自他利益皆成就 掺除一切 不善应 随喜无边 众福运 首先当过五不识 后修八种 掌养法 不许 当然人在家里 你愿意礼拜都可以的 我们要念三遍 像我刚刚这样念 各位要练习 念得慢 但是 很认真的去实践 用你的心 你决心了 果经归命圣菩提 而且 你在念的时候 是词方诸佛法众都听到 做证明 而且 你悲心也引导众生 一起归一三宝 一起发菩提心 但是自己是决心去实践 就像在发大誓愿一样 每天养成这个习惯 因为修菩萨道 它就是一种 一种 真心的 永不退转的愿 所以你每天要 发一面往生净土 每天要跪着 愿阿弥陀佛 射受我 我今天 醒来的一天 都 归念阿弥陀佛 愿往生 然后呢 来广修福德善根 来劝还不是光我 但是 所有的轮回众生 我要按照阿弥陀佛的本愿 来射受他们 引导他们 劝尽行者 这才叫发菩提心 不是管着自己念佛 我不念佛你的事情 就像我的师公 所有老和尚 都拉在我的手 海涛 发菩提心 传菩萨界 愿大家都菩提心 上评往生极乐世界 就像要我们 用生命去实践 日常修行就是 发菩提心 往生净土 与劝众生发菩提心 同生净土 一起念佛 第二遍 我今闺蜜 圣菩提心 罪上清净佛法众 我发广大 菩提心 自他地义 皆成就 灵敏 灵敏 一切不善意 一切不善意 随喜无边 众福音 首先当过午不时 后修 八种 掌养法 第三遍 我今 闺蜜 圣菩提 罪上清净 佛法众 我发广大 菩提心 自他利益 皆成就 灿除 一切 不善意 随喜无边 先众菩运 首先当过午不时 后修八种 掌养法 未遵 那既然 其醒佛菩萨四受 真心发起了一个 正确的动机 要来受敬 那 就要来先忏悔 随过这个 朴贤十代勇皇 这是 消除业障 领及福报 乃至 将来往生净土成佛 最殊胜的修行方 大部分的 仪鬼不离 那忏悔 忏悔什么呢 那各位 伸口意 你千万不要说 我心刚好 你嘴巴不好 心刚还没有 一个修行者不在意 假设你今天去读佛学院 读了十年回来 回来还会骂人 人家就会摇吐 就摇吐 所以 其实 就像你 你出去 半年回来以后 不会叫爸爸妈妈 那不很惨的吗 所以 站在菩萨岛 所有的生命 包括一只小蚂蚁 包括一只 很多人讨厌的章马 蚊子 你也知道 当做父母一样的 对他感恩 至少不要伤害他 至少不要伤害他 所以这里面要唱 我弟子某某 若生业不善 我们的身体过去 有杀生偷到 邪淫 若口业不善 这是最重要的 骗人 骂人 很多人喜气不好 心好 嘴巴不好 背后被批评 看到不喜欢的事情 就背后一直讲人家坏话 道听途说 你要乱讲 再来讲了一些没意的话 就是四种 嘴巴的 不善业 忘恶口 两则其语 就真的要改变 一夜不善 那一夜不善就是 谈语 称惠 愚痴 傲慢嫉妒 等等 若今世 若前世 有如是罪 若这一世 若过去世 有这种十二夜的罪业 今日诚心忏悔 要虔诚忏悔 不再犯 让自己 深夜清静 口夜清静 意夜清静 将来 受持大乘的八观哲戒 四则不撒 不撒就是 罚漏忏悔 远诸婆 不撒都听到 我决心忏悔 不再犯 因为 大乘的菩萨戒 以大乘心来受持 任何三规五戒 八观哲戒 都要以十善业 做基础 以这个十善业 断十二业 那你才能够有 大乘的受戒 的功德 所以各位呢 要跟我 真心的思维一下 哪怕你做梦 在骂人自己 都要全程忏悔 原来我还会骂人 原来我还会起烦恼 所以有时候 做梦 梦到自己去杀众生 宁可做梦 被杀 休业障 不要做梦 去杀众生 但是你要 举心 就算做这种梦 都要起来 忏悔 发言 不敢再犯 那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有这种烦恶 恶业 那我们就白修了 代表我们的意识不清静 这个修行要转烦恼意识 为清静的智慧 谢谢大家 请跟我合掌 乃至呢 各位在家里 你要跪着 跟着忏悔都可以啦 我弟子 你的名字 若生业不善 口业不善 意业不善 谈欲 称慧 于事故 若今事 若前事 有如是罪 今日 要面对佛仙 乃至观想 诚心忏悔 深